拒絕錯了 剛才這些鏡頭,慢慢推過去就要很信任 因為奧蘇利文只能打到白球的頂部 即是推出去的時候,有可能這些鏡頭會受到桌面影響,而流歪的 剛才是完全信任的,就這樣推出去 所以球桌的保養是相當重要的 亦都在先前一些訪問裏面知道 今次的場館24小時開著冷氣,為了對抗濕度的問題 難怪,因為桌涌方面非常理想 一直的速度都是世界頂級的 我覺得可以保持到 原來都落重本 對,24小時 幸好不用我交電費 說到櫻子方面,這次的比賽櫻子當然是用上職業級別 而且專家摸上手都說這張好東西來的 密度非常之高 但密度高,在櫻子上桌的時候就吃力一點 我見他每一邊櫻子要用三位師傅合力去櫻子 拿完之後就用一些好像氣槍的釘書機一樣打釘進去 我粗略數過了,要整張櫻子 拿到他穩穩陣陣,紮紮實實 要打成400粒釘 看看撞到沒有 只剩下一個右中袋,但也不錯,落到Q 是啊,如果撞完有一個容易較黑球的機會 這一球球有機會打1-4-7 也就是在桌球裡面的滿分 他不打4-7,角度不好 沃叔李雲也說過,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也想在香港試試打4-7 沒有人主動問他,他自己說出來 不過好像打了這麼多場比賽到目前為止 他未遇過真正好的機會去嘗試 衝擊這個147分 剛才已經算好的了 你只不過最不好就是撞完之後 他沒有一個角度打紅球 埋回黑球 對於球手來說,也不可以勉強 這場是一場冠軍爭奪戰 還有講到也有10萬英鎊 跟很多運動不同 如果你說用網球、足球來比 當然10萬英鎊的獎金對於球員 就不是什麼大錢 但撤球來說,10萬英鎊獎金 算是不錯的 加上我們這個比賽 球手只是打三場球 奪冠,只需要三場 如果打三場有10萬英鎊 加上他們這麼喜歡來香港 對他們來說,這個簡直就是順便 而且不要忘記 在香港獎金 其實就是用香港的稅率去抽稅 比起他們在英國 要成接近的稅率 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這裡獎金不錯,稅率又低 所以他們對於這一行賽事 非常之體重 奧蘇良差不多超分 消滅多一個紅球 消滅多一個紅球 他就在這個球中超分 也都 在投赤局中輸點數 但是 很有可能他在這場比賽中 首度領先 猶豫蘇良說輸點數沒問題 最重要不要輸局數 現在還有可能局數上反超前 因為賣力1球打到70分 可否衝擊今屆1球最高度數呢 暫時就是 卓林浩在四強的時候 第四局打出來的136 那這裡打盡是144的 嗯,又要減一點了 白球和這個紅球的角度 不是太適合教黑球 好 倒楊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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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看到這些頂班球手 有信心或者誠意十足 盡量打最高的分數給觀眾欣賞 93 94 首先呢就是打了101 後面剩下43 仍然是保持到打44的機會 而奧蘇利雲在今屆比賽裡 曾經對著卓林浩的比賽 打出128分 那一次也是他在今屆比賽裡 做到的最高分數 隨後在第十局也有1,2,6 即是說這一球也是奧蘇利雲 今屆比賽自己打的第三球破百 109 好了,這裏就是143,打粉紅 110 116 118 121 125 135 136 看來這裏是143都沒有問題 非常之重骨 雖然就是挑戰不到一球的滿分 但是143 那就是投迷到拍攔手掌的了 而且憑著這球的重骨 奧蘇利雲再到領先 謝謝